如果说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写出每个人在生活里 因琐事而遗忘的那些事 那不便利的便利店 就是写出每个人在生活里 会遇到各种狗屁烂事 也能够好好被人体谅 接住和倾听的故事 嗨 我是Neko无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Hello guys 我是Neko无喵 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 很温暖的系列套书 不便利的便利店 一加二 相信大家最近如果有去书局走跳 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封面 在台上市第一个月 就口碑好到连续六刷 永夺成品金石堂伯克来 翻译文学排行榜 当年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真心不太明白 大家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对比梦境 不便利的便利店 比较像是把 圣母光当王美光在打 我自己觉得我能接受梦境百货 是因为它终究是一个童话故事 可是不便利的便利店 它背景设定是便利商店 我很难想象在现实生活中 会有游民捡到钱包 分毫不拿的送到警察局 无条件的去接纳一个没有背景 甚至没有记忆的人成为自己的店员 总之第一集给我的感觉太虚幻了 还是这个社会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但是第二集扭转了这个局势 第二集承接了第一集的故事风格 所有的故事一样发生在这间快要倒掉的便利商店之内 它一方面带出了新角色遇到的新问题 新冠肺炎 二方面 利用过去和现在的虚虚实实 把第一集老读者的心牢牢抓住 每一个在便利商店工作过的员工离职后都还好吗 疫情肆虐之后对于他们选择的道路有没有影响 也因为这样第二集升华了第一集 让我想回头重翻第一集 真的太多彩蛋都埋在第二集了 我也是直到第二集才能体会 作者其实就是想以市井小明为主角 替他们写出他们的心声 也有很多都是你我的心声 故事都短短的轻松好读 但每一个短片又会串联着主线故事 很吻合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 故事结构跟梦境百货真的太像 非常适合放在床边或厕所上没事来一篇 先做结论 这本书已经被满下版全拍摄电视剧了 制作公司的目标是2023下半年播出 在惨遭真人化之前 是不是应该享受一下原作的魅力呢 不便利的便利店很难讲述故事大纲 因为它并不是单一主角或单一试点 它就像文字写活了群像剧一样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核心人物的存在 但它不常出现在故事里 甚至不一定是用它的角度讲故事 有时候甚至主角从头到尾都没出现 世界上最有名的群像剧应该就是六人形了吧 但为了好好讲故事给大家听 我还是会以第二集的主角 红金宝 aka黄金培的故事为主 当然是聊聊世界观不会影响大家的阅读体验 承袭第一集的OS商店开场 这间进货不是很齐全 跟不上主流市场的便利店 又再争大烟版店员了 黄金培带着自己的履历和12万分自信 很希望被店长录取 但过度的热情在有点年纪的店长眼里 看起来变得很轻飘 不懂得看场合很啰嗦 跟上一个或上上一个大夜班店员的 沉默寡言个性差太多 但是原本的老板把便利商店 让给自己的儿子经营 这个小老板接手后 将所有的工作和责任都推卸到这个店长身上 店长即便再怎么不想用黄金培 在小老板的坚持下 还是快速填补了这个空缺 黄金培跟之前的主角群不太一样 他在自己的名牌上写下了红金宝 有人对他的名字提出疑问 他就会滔滔不绝的介绍这个武打明星 不只是自己的名字念快一点 跟这三个字的谐音很像 身为胖子的他 也非常喜欢这位灵活的胖子 从小他的生长环境就备受歧视 加上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 书读的不好 个性有点敏感的他 一直记着妈妈说的 比较是癌 担忧是毒 对于金培来说 活在世上充满了担忧 还得忍受各种歧视 但他会拿妈妈的话来提醒自己 感觉被歧视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拿自己去比较 一旦拒绝跟那个人比较 那歧视也就不算什么了 看到被欺负之后还能平静回应 后来也没有什么人敢对金培太过随便 担忧的心情也在他决定 专注过好当下的生活 变成不具备实体的虚想 在便利店上班不只是能接触 同事还有很多有故事的人来来去去 像是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周末女同事 父母吵吵闹闹 跑来便利商店吹冷气的小男孩 他们脸上都写着 正在忍受生命中的诸多不便 这时候金培会上前跟他们聊个两句 他们会像找到一个出口一样大肆涂苦水 其中我自己私心最喜欢的是 烤肉店老板的故事 他会在每天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出现 调好啤酒和烧酒一边喝一边感叹人生不顺遂 抱怨新冠肺炎害他没生意 老婆爱吵架小孩不听话 但烤肉店老板的手艺是好的 甚至曾经一度是排队名店一味难求的程度 这也多亏了一个知名的明星 偶然一次节目拍摄他的烤肉店 并且他认真的称赞电影的东西很好吃 一瞬间声明大早 但这种短暂的红利其实称不了太久 他自己也在忽视时代转变 传统的烤肉店可能需要转型和包装 甚至他不曾好好听过老婆和儿子给他的建议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很害怕 万一他倒下谁来照顾妻子 谁来付儿子的学费 他只能不断的往前冲 想办法卖出更多的烤肉 可是现在就没客人啊 金培听完老板的抱怨之后 轻轻说了一句 对家人来说 老板不是老板 而是爸爸 老公 所以你不能光是用老板的角度 要用爸爸或老公的角度来听家人说话 烤肉店老板气急败坏的回家 回到家里 躺在小儿子空下来的房间 冷静想想这几个月的日子 距离妻离子散 好像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才愿意敞开心胸 好好跟妻子谈一谈 一聊才知道 大儿子不回家帮忙 反而去其他餐厅打工 是希望能够多吸收一点 现在的流行资讯 想看看能不能帮家里改变一些 后来烤肉店老板真的听了儿子的话 做了一些调整 店门口又开始有排队人潮 原来客人一直都在 只是老板把失败怪给了环境 让酒精和大环境 给他一个逃避空间而已 不便利的便利店 大致上就是在描述 这些人的故事和际遇 我不小心看到编辑 自己谈论这本书的访谈 他提到这本书说 感觉像是失败者的策写 但我觉得成功与失败 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 高潮和低谷也是 用失败者这三个字 有点太重了 我反而觉得用不得志 可能更贴切一点 这世界上不得志的人 太多了 就算看似光深亮丽的人 背后可能也有一段 他曾经或正在苦恼的故事 因为所有人都是用故事堆砌出来的 而且不管你信不信 大家都很爱说自己的故事 只是从来没有人替有志男生 写一本暖心的故事 大多都是逆转胜或永远不放弃的鸡汤文 虽然故事里的主角每个人看似最后都往好的方向去 但所有人包括黄金培都是现在进行事 还没到终点你怎么能确定他们成功了 在一个凡事都用名利收益权衡得失的世界 我真的很喜欢书中金培妈妈的那句话 比较是癌焦虑是毒 我应该已经癌症末期且毒气冲天了吧 前一阵子我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拥有了之后害怕失去才会焦虑 还是害怕无法拥有所以才焦虑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 就有机会抽到一本实体的书哦 我只抽一个名额呢 就在YouTube下方留言 我的想法是 无论如何都会焦虑 我跟金培看穿焦虑陷阱的方式不一样 既然他是一个常态 我就接受他就好 接着我去训练自己的大脑 去体验那些我很害怕跟焦虑的事情 试着告诉他 真的没有那么糟 这本书的核心观念 除了放下比较和焦虑之外 利用市井小明的点点滴滴 把不切实际的目光返回自己身上 书中有句话说 人并不是讨厌改变 而是讨厌被别人要求改变 所以我们不是要求对方改变 而是应该主动默默帮忙 静静等待对方主动改变 这句话当然要搭配上下文 不然有些人真的是会骑到头上来 不过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马上想到自己被迫学期要下厨 跟最后找到成就感 为了自己下厨的转变 也许这本书能够帮助在人生低谷 找不到伯乐 每一匹黑马重振自信 最后喜欢我的影片 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 心有一粒欢迎请用加入安 有一个月75块钱支持我 继续在深夜里写稿推荐你更多好书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那一个认为小说 学不到东西的人 告诉他 好的小说可是能改变世界的呢 我们就下一支说书时间再见啦 大家拜拜 最近我家的便利商店附近 也出现了一个夜班大叔 我反而觉得他比之前 那些染金法跟朋友在外面抽烟的 年轻店员好得多 当他主动跟我说再见的时候 我是真心觉得被欢迎 也开心的跟他回拜拜 提供温暖的不只是便利商店店员 才能做到的事 就像升级里面说的 多一点同理心才是人类下一步需要的进化